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争论节目 语言讲坛 我是宋雪亭 检客 居宰 烂收车资 问题愈言愈烈 政府承认低市歪风正盛 决定计划从四方面出招 立法掩打害群之地 包括引入争议甚大的放舍制度 本周将对低市政策及法律制度进行公开咨询 而针对发牌制度 政府认同低市应回归公共交通工具的本质 不应做投资工具 本欧的市服务问题 近年一直被受社会高度关注 特别是搭的士难 驱载 以及不少司机揽收车资等行为 相信不少市民和旅客都是伸手其害 的士服务态度差 已经严重影响本欧的旅游形象 日前交通事务局局长汪云表示 政府注意到的士歪风越演越烈 希望引入放射和监察系统等可行的手段 打击的士不发行为 同时特区政府决定 将全面检讨演行的的士政策 期望透过立法形式 从源头解决的士问题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政论节目议员讲坛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欢迎你 以及交通咨询委员会员委员郭良舜 欢迎郭先生 各位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政府打击低市歪风等相关问题 检客 拒载 烂收车司等低市违规行为 早让市民及游客深恶痛绝 那么政府此次也是下定决心将打击这个低市歪风 那么从本周起开始进行公众咨询 其中包括最让人注意的就是这个放舌制度 对于此您怎么看呢 思雨 的士市民近几年都觉得很温满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有部分的士司机他们会选客 距离载或者是满收车子 其实这些的情况都让到市民 第一是觉得澳门居民都没办法 真的需要用的士的时候没办法用到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对于澳门的整个旅游形象 因为包括游客其实都很多会投诉反映这些问题 其实对于澳门的旅游形象的影响都比较大 所以居民其实有一个比较共识的想法 都是要求就是要有一些譬如监管的手段上面 或者政府要做更大的一个打击力度 去到压制一些即使违规的情况 让到业界的营运上面 就是要遵守原来的法律规定 再者就是即使的业界里面 其实很大部分一些司机他们都是正规的经营 他们不是采取这些手段去到汤客等等的情况 但是他们都会感受到现在没办法去正规经营的情况 甚至乎是居民对于他们来说的整个行业的形象比较差一点 他们都会觉得不公平 因为他们自己都可能是正式去按标收费 但是为什么会是基于整个业界里面有一些害群之马 而让他们都被受批评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不是太公平 所以无论是在业界里面这部分的司机 或者是市民他们大家都会很认同 就是透过一些更强的手段 或者是一些政府在说取证上面的困难 希望就是增加取证手段 所以对于放射这个似乎在社会上会比较讨论得多的一个做法 其实从方向上我想严格规管 或者是严重一些违规的一些司机 相信这个方向是社会上比较支持的 好的 那么其实政府这次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取态去进行这个打击地势的这样的一个歪风 其实我们都知道澳门的定位为世界旅游优先中心 其实检客聚载烂收车资这些旅游乱象呢 可能是将我们的这个旅游形象大大打了折扣 您怎么看呢 郭先生 其实我讲过业界和我们就很赞成 政府有任何措施可以改善到现时的士的乱象 包括李议员都知道 我们的士行里面 只是小部分从事违法的司机 大部分都很司机 现在做到我们的司机大多数都很有怨气 认为这麽小部分的司机影响到我们整行的信用 包括旅游城市 如何搞成这样呢 就是需要在多方面 除了立法或者做些行动 都可以收效的 但是我想需要整体来考虑 今次推出的四点 我觉得不够的 其实有需要 立法会那里 是因为我们在行的的士规章 已经十几年了 需要整本的士规章 加上现在政府说要做那四条 包括港外放射 在监察的系统 或者那个 停牌 或者那个法则里面 我想在的士规章里面 整本里面 设计很多营运里面都有问题 应该过时的 所以要改的 我想趁现在的资讯 就早点在这个 法律层面里面 做多些的士规章里面的内容 这个还有效 好的 其实对于这个放射 社会早有呼声 让政府去放射 但是 不过政府这个 和法律界人士 一直持反对意见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放射 只是针对这种严重的罪行 其实为什么现在政府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公开咨询里面了呢 本身放射 可能不是一个常用 或者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 手证的手段都会用得到 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你政府现在究竟在的士上的监管 出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政府多次会强调是 取证很困难 因为可能在一个的士车厂里面的 乘客和司机之间 你要去举证 或者是警方号 或者是警察人员去执法的时候 其实它会面对一个 我未必可以证实得到 真的有出现这种 可能违规经营的情况 那既然你又承认是 手证的困难 你一定要想方法去解决 现在的士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之前立法会即时去谈 我们都觉得不是纯粹一个很小的 坐不坐到车的一个小的问题 而是说你对于我们整个旅游城市的形象 或者是公众上面使用这个公交服务 其实它是一个公众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要想方法解决 怎样增强一些守证的手段 其实政府是一定要去面对的 否则你一方面会说 我又取证困难 我很难做到这个监管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社会上有一些建议 又不去回应或者去解决的话 其实你最终都是没有办法做好规管 其实现在的关键是 所以在今次引入了这些手段 关键是在于将来的执行上面 细节如何处理 还有就是信哥他经常都会说 你的法律写了在这里 你究竟是否执行 你会严加执行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至少 法律上面写了一些手段在这里 政府应该要去做到 就不是再有很多的藉口说 我做不到 原因是法律没有写 其实现在是要解决这个手段上的问题 但是关键有没有成效 就是它是否真的落实去执行这些法律规定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郭先生 其实我刚才说的 任何法律是改善到的士的连着 我们一定贊成 但是呢 最重要的法律是否公平 我觉得如果 只是用的士叫做放蛇的行动 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业界都不公平 其实我们标签了我们的的士行 是有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政府肯 就是诺力的 为什么不在刑法院里面做一个叫做放蛇行动 就是叫做污点证人 或者叫做秘密警察 任何严重罪行 比如走私贩毒 或者非法律馆 其实都一样可以做 对于我们的士 我们会贊成这件事 但是呢 要公平言证 没有我们只是这一行业 是有问题 才是做这件事 其他行业没有问题吗 刚才很多人常吵非法律馆 做到现在都诺刑 为什么不在现在我们趁着修法里面 做这个可以每一行业都做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司机 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 是现在对付不好的司机 不是对付我们 我们刚才说的 加任何佛则或者监控 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们守法的人 或者法律对付不守法的人 我觉得这个 但是原则上要公平 公平处理 以及真的等于李源说 是不是执行力度救 这件事最重要 如果法律在这 没有什么人执行 那都是占无用的 我觉得 好的 那么其实引入这个放舍制度 取证就相对于容易了 但您认为这个放舍制度可取吗 李源 其实这个放舍制度 我相信是对于市民 会觉得在车厢里面 因为只有司机和乘客 以往有很多就是 能不能够举证得到呢 这里就存在一个困难 所以透过放舍制度 其实现在政府的咨询方向 或者社会有一些意见 他都会觉得除了放舍之外 都可能要加一些其他录影的措施 其实多管齐下这样去加强 这个搜证的可行性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配合去做 亦都参考了 譬如在鄰近的香港 其实他们都有做类似的一个工作 亦都会发现到 真是透过一个放舍去搜证的时候 是发现到一些的士司机的 违规的情况 是从而是可以真正执行到的罰則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个意见 现在可能的罰則比较轻一点 大家会有个别的违规的司机 他会觉得违法的成本其实不是很高 第一你未必捉到我 你捉到我未必举证到 再举证到都不是罰得太重 其实他不会介意去做这些违规的行为 因为他觉得可以违法成本低 透过这些手段 其实至少就可以 比较可以跟进到容易揭发到 一些违规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我们都会期望 有这些手段去做得到 其实整个社会对引入放舍制度 都是持不同意见的 那我们怎么让整个社会 达成一个共识呢 郭先生 我想就算现在的法律 订出来公众资讯 一定会过的 其实 但是我们担心我们业界 真是从事正行正业的司机 他有个心理 觉得很大压力 为何一定要对付我们 这些司机 即是标签了他们的司机 让外人看到这行业很差 你不敢说駕駛的士 譬如你有新闻车 駕駛的士 原来要放射才能捉到你 这个我觉得意义不好 我刚才说 什么制度没问题 要公平 刚才李源都说 其实香港都有 有些资料 香港是世界排第三位服务态度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放射 但是香港不同 香港有18000多部的士 他要去搜证 做的士的违规困难 所以一定要用放射 就是选择车来做 但是澳门1080部车 他做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几点 我想很多政府 或者一些社会人士 都知道他们的违规 是做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的 如果能够落到定点里面 来打击 这个成效最大 譬如上一次 警方和交通事务局 有联合行动 已经成功可以 擦除了200多宗 澳门1080部 那都可以有成一两成 被插持到 但是为什么不持续呢 如果持续就可以了 就是现行法 可以做到的事 做着先 我想不要等这个制度 再继续 我想最少一年半载 那现在难道不做事吗 是不是 不做事 就是放任了 有些不好的司机 其实现在可以做到 要持续做 这个是最理想的 好的 相关议题 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谈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时事政论节目 预言讲谈 那么上节我们也是 重点探讨了 有关这个放舌制度 是否可取 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探讨 有关这个政府打击 D市的违亏行为等相关问题 那么其实D市的这个公开 私询有四大重点内容 其中包括就是第一个 就是加强治安警的监督权限 第二个就是引入摄像等监控设备 去监察车厢内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放舌制度 我们刚才也是探讨过了 那么第四个就是加重D市司机的违规法则 那么我们现在就一点一点的来探讨 那么首先看这个治安全线的方面 其实目前这个警方和这个交通局的 这个机查人员的配合方面 是否是有些困难的呢 李宇 现在第一就是就是 刑查人员的人手上面 本身是未必足以应付 现在这个监管上面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 都会有反映的 刑查人员有时下去工作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 就是他们本身只是一个 即是民职的公职人员 可能有一些违规的司机 他们甚至乎有 有罵这些的稀查人员等等的情况 他们会反映就是说 和警方一起的联合行动 或者是由警方在这里参与执法 其实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将来引入了警方都要去执法的时候 其实可以强化这方面的手段 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郭先生 其实交通事务局成立了这几年 所有的士问题都要被交通事务局 交通事务局是一个民职人员 它是叫做稽查 应该刚才李源都说过 其实这些稽查 因为它是民职 它要起诉一个司机 比较困难一些 它要取证那些 它没有那么大权 现在修改会引入警方执法 都可以检控这些司机违法 包括拒载或者滥收都可以 这个要修改法来 其实我都很赞成能够引入警方执法 因为事实上 真是很多委屈司机 未必怕民职的稽查人员 只是怕警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 如果能够将这个法例 能够引入警方执法 这个是最有效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 这个监控设备等相关问题 其实也有许多的司机 司机反映 他们并不反对 在这个车厢里面 装这个监控设备 那么其实香港的一些 地市里面 已经有装了这些监控设备 为什么我们澳门 迟迟没有实施呢 李源 我想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其实装这些监控设备 在里面 一个就是 讲回就是 如果真的有些司机 违规经营的时候 我们是其中一个取证手段 但是相对来说 对于司机 其实都是一个保障 因为 坦白说 过去 亦都会有一些的乘客 他可能是 投诉是未必合理的 或者是 但是司机亦都苦无办法 去证明自己 没有去做一些 可能兜路 违规经营的情况 因为始终在车厢里面的 口筒被咬 司机和乘客之间 如何证明情况 所以也会有司机业界说 如果同意 如果加进去的话 可能他们都可以保障自己 但是在实际操作上 当然了 将来这个不只是 引入了这个机制 就可以顺利 我相信还要说清楚 包括在 怎样的机制之下 什么部门 什么情况 才可以调用这些监控设备 然后去看里面的情况 作为什么作用 是避免了滥用 可能大家会担心 里面录了我之后 你的用途是什么 就是在这些机制上 需要比较严谨去看 将来执行上面 防止一个滥用的情况 您知不知是 加监控设备 我想我也跟很多司机说 其实我们不反对这件事 其实政府做不做到 就要面对外面的压力 譬如 录下乘客 市民和乘客是否肯定 他可能会有影像 拍下乘客 这个市场的私隐 他们能否通过 总之我想业界 完全没有问题 做这件事 只是保障我们正行正业的司机 对于不好的司机 我们是 你如何执行 如何插取 我们觉得没问题 但是 都是要考虑一下 其实他们咨询的时候 有没有市民 或者其他人反对他们 或私隐呢 这个就真的要政府自己想了 好的 其实目前这个低市司机 违规罚则的罚金 也是争议十分大的 有的人说是两到五千块钱 这个作用并不大 没有这个组价作用 是否可以提升到三万元以上 您怎么看呢 李源 我相信罚则的这个问题 真是社会可以多给意见 因为你说金额上面 再加重一点 是否会比较合理 大家对金额的看法有点不同 当然如果你说过低的罚金 肯定就没有了客历 但现在的关键 就是除了加强罚金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 引入了取证手段 加重了罚则 最后罚不罚到 这个就真的要好看 执法部门自己 在这里的工作 是否真的回应得到 如果坦白说 它的执法力度 可能不是太过集中 或者是太过强的话 始终违规的情况 大家会觉得 你都不会来执行的 或者是即使加强了取证手段 其实你都不来监管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害怕罚金 就是刚才所说的情况 你不加强了监管 我都未必被你捉到 捉到你即使收到证 可能罚则又比较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几样东西要配合去做 纯粹加重罚则 而其他在执行上可能不做的 或者是相对比较力弱的话 也都 几高的罚金 其实对它来说 阻碍力都是有限 对罚金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看 其实是钱的问题 成本问题 现在违法只是一千元 它每一次都是一千元 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它有些个案 你可以跟政府去交易事务说 是履犯的 为什么不履犯 每一次是一千加二千 跟着四千 这样做 这个成本大了 它再违法 它是害怕的 今次不是一千 可能四千 或者八千 这个是要有个叫做 层级 层级 有阻害作用 你只是说三千 其实我觉得 多成本做 每次三千 而且他们都知道 你一个月差不多迟到我一单 未必的 但现在我们觉得 对于旅犯 不断会加上去 层级 加上去 这是最有效的 第二次他都很害怕 以后不是三千六千 成本已经高了 我觉得 钱那里 当然用一个层级 另外最重要就是 手证 公不公平 现在很多 我收到很多个人 很多司机的 被乘客是誤道的 即是投诉他 不是这件事的 我曾经都试过 有一两单 我叫监控事务局 叫他 找乘客出来 谁知道 乘客说 我原来不是这样投诉他 说另一样 他打我去投诉的时候 就说这一样 其实有很多 就誤道了政府 来差着司机 一定要公平取证 这个 如果不公平 令到有些 仇伟的司机 蒙受了这个罚款 我觉得不应该 对于这个发牌制度 政府也是认同 这个低市 应该回归公交工具的 这样的一个本质 而不是作为一种 投资的工具 您怎么看呢 当然现在 除了刚才说 一系列 打击违规经营的情况 都好 大家都会觉得 现在踏迪士的 而且比较困难 尤其是有一些可能 譬如人士去看医生 等等的情况 他们真的有这个需要 但现在 叫的士的时候 可能都未必真的叫得到 所以我自己相信 就是的士服务 如何真正放回去 是一个公共交通 真是回应到居民的 一个使用的士的 这个需要 其实一定要在这里 做好这方面的推动 包括其实很多 都会提出 你不是作为一个 投资工具 商量在发牌 再增加的士 或者发牌的时候 其实是否应该要有一些要求 给予 例如你真正自身去做经营 亦都给予一些司机 有一个营运空间 就是我投资了这辆的士 或者我参与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因为 车租很贵 现在其实有些的士司机 他们的营运上 他们都觉得很困难 就是你的头牌的价格很高 于是乎 你就转嫁回到的士车租上面 我要乘得很贵的士车租 其实他们的经营压力 就会比较大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相信 这一个方向是值得支持的 就是放回来 真正公交服务 回应居民需求这个方向 对于这个发牌制度 您怎么看 其实我在2012年 发挥200部的市 到2014年6月 再发挥200部的市 我都在交通知识委员会 很强调 要回应这个社会需求 不要作为投资工具 要是交通工具 给现在我们业界的司机 优先投 现在在2014年 我们逐一排的司机 有4千多人 其实他有些是 真的需要駕駛的士 他根本就投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司机计过 大约都是六七十万 算是够经营 因为他只有九十六月 而来应运 但是如果投资者 等于最近的二百部 一百二十多万 那怎么办呢 司机一定投不了 给了一批投资者 用来投资 投资者投了资之后 他一定有回报 5厘不够 5厘不够 6厘 算数据 在租金里面加上去 现在 投资者 多数不炸 都会给一些承包 承包都要赚钱 来下去 在租金显示到 是会贵租 如果你不租车 基本外面租不到车 一来下去 我觉得要回归 如果司机本身投资 他有责任 就是管理那辆车 我当时提了意见 可不可以在投标里面 加些条例 例如司机要开 以及可能要定些条例 例如司机或持牌人 违反了几次成功起诉 会停止牌照几个月 只有96个月 要停止几个月 成本很高 你一定要遵守现在的规定 一定要搞好服务 你本身是驾车 是车主的 一定会对车好的 因为你驾车外面的车 有些叫巴埋整车 他便不理 车怎样坏都不理 只是给租金出来 会对车辆服务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在再发牌 那里一定要考虑一下 为什么不给业界 即现职司机来投资 如果投资之后 再在标硕里定些条例 如何监管司机运作 这个实际还有效 好的 今天多谢李议员 以及郭先生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